郭文貴議員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黨團的一個協商 那麼今天的黨團協商 是因為 4月28號 也就是昨天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送一個函到院長室來 他的主旨就是 敬請蘇院長 針對日本以沖之鳥 沖之鳥礁之公海海域 強扣我國籍的漁船 東盛集16號 一試盡速召集朝野黨團協商 表達扁願嚴厲譴責 及抗議之立場 請查照 那因為我們黨團協商 協商的結論 要在院會裡報告 所以我們就以今天早上8點 召開這一次的黨團協商 那今天的議程 就是我們 宣佈開會之後 那我剛才已經將協商的譯子 跟大家做了一個說明 那我們再來就會請各黨團發表意見 然後再進行黨團之間的溝通協商 那麼如果有共識 我們就一起簽名 代表立法院對外發表聲明 如果有共識 那當然希望 我們彼此之間有一些共識 那第二 剛才我們的 國民黨的書記長 林委員特別在提出 能不能針對 課綱的問題 中家案的問題 包括國事會議的問題 以及人事行使同育前相關的問題 也順便來進行協商 那麼我們這樣子 我們第一個還是以 今天的主題 如何針對 在 在這個 沖之鳥礁 這個海域 我國漁船 這個被壓被扣 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先來做一個 溝通 做一個協調 那麼我們現在 是不是請 國民黨黨團 就先代表 看誰來代表 發表 召開這一次協商的 最主要的一個譯子 順便讓大家也了解到這個 要怎麼來應應 還是要 是不是要 共同化聲明 聲明的內涵是什麼 來請 書記長 是您嗎 好來 謝謝 謝謝書院長還有秘書長 我們各黨團的 所有代表 我想 當然站在 維護我們主權 以及我們漁民 他們生存權的立場 我認為說 我們不管再朝再野 都應該 對日本 這種惡行惡為 一定要發 共同譴責的聲明 當然 這個國民黨團 我們有擬一個 共同的聲明 我剛剛有看過 民進黨 他們的聲明裡面 他只有寫遺憾 我認為遺憾是不夠強烈的 因為 也不是講說震怒 因為 我們現在 一定 針對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要嚴厲的 表達我們 這個立法院朝野黨團 大家的 共同的一個 對他這種 危害我國人權 及醫權 那對於雙方 友好關係 造成嚴重的傷害 我想我們應該要 嚴厲的譴責跟抗議 這個是絕對是我們 必要的立場 因為 這個我們馬上520要卸任 那我認為說 不管再朝再野 我們 對我們的漁民農民 甚至於說 只要我們的人民 我們有義務有責任 去維護他們的權利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會軟趴趴 軟趴趴的話 我們也對不起全國的人民 那也對不起所有 你在這些公海捕魚的漁民 而且他們都是屏東籍的 兩次都是屏東籍的漁民 那不管 站在 我們院長也只有屏東人 我們一定要強力的 來維護他們的權利 所以說今天國民黨黨團 我們就是您的一個共同聲明 希望其他朝野 我們都能夠共同來支持 那我裡面內容 大致上 我來把他 這個 由我們護書記長來 來把他那個 你來給他說明一次好了 謝謝 好來請 院長 各黨團的協商代表大家好 我想 國民黨 立院黨團我們提的共同聲明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漁民 其實被強行 就是帶到這個日本去 而且昨天他也講 他是衣服 衣服被脫光 我覺得這對我們一個國民來講 對受到這樣子非常 非常不尊重的一個對待 這個我們站在力挺我們自己 國家的這個國民的立場上 一定要表達強烈的譴責跟抗議 第二點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是距離力爭 我們其實是依據 聯合國海洋法121條的規定 那現在日本的主張 他其實就是礁 他根本這個 沖之鳥就是一個礁 不是一個島 大家都知道他的面積非常的小 那他自行片面去主張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把我們東盛級16號漁船 他在167海里作業 他就把他扣住了 這一點其實是還蠻蠻橫的 因為他是自行片面主張 那如果根據他的面積 他又沒有辦法住人 根本寸草不生的地方 他其實就只有12海里的範圍 這個國際的聯合國海洋法 規範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強行的扣留 而且強索保證金 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那沒有道理的事情 我想我們只是距離力爭 那當然最後一點我們也強調 其實我們跟日本關係還是是良好的 像他們大地震我們311 我們高達68億的捐款 當時其實這個王金平院長 也帶著這個捐款到日本去 那我想我們跟日本的交流 也一向都非常好 那我們是救世論事 就這一件事情上面 他的確他自己這樣的主張 是嚴重違反我們漁民的權益 因為既然是公海 他如果這樣子進行主張 未來我們這些屏東的漁民 將來還是會遇到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想我們並不是要製造任何的衝突 而是單就這一個事件上面 我們必須基於人權跟漁權 我們必須表達還有主權 我們必須表達我們的抗議 然後我們支持我們的政府 可以去跟日方再做強烈的交涉 那因為剛剛其實也有看到民進黨團 基本上民進黨團的立場 也是贊成要去表達嚴正的立場 然後進行外交這邊的交涉 所以我想立場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會覺得我們國民黨黨團提出來的內容 其實是有把這個包括聯合國海洋法 其實也具體的拿出來 那我們是論之以理啦 然後距離力爭 那也希望各黨團大家共同來支持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那我們請吳幹事長吳委員 委員長各位同仁 對於國民黨黨團的這個確定版的這個版本 我們原則上是接受也支持 然後因為跟我們的立場其實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是覺得有一個地方大家要不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跟他們譴責 我們要跟嚴正教授 我們這個同學時間有需要跟人家討人情嘛 所以就是說第三段那個日本311大地震時台灣對日 超高的68一支捐款展現高度 人道關懷這一句把它拿掉了 我認為那個可以考量我們可以 可以修正 那個可以那個我認為可以修正 好那最後這一句拿掉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其他的部分 後面那段311的就不要講啦 我們認同啦 其他的我們是支持 我們的立場也是跟你們的立場是相同的 以上謝謝 他們最可惡就是什麼 那天愚民去抗議 他們只有單手 來接你的那個抗議書 陳情書 那個是非常 全世界也沒有這種 你如果沒有也說雙手 單手 那是對我們很不屑 我覺得這塊實在是讓我們真的是 那一口氣忍不下來 這都賓党 議長你要強烈來主張 這個是黨團協商喔 不是區域性喔 好來那個 時代力量這邊 我們原商也支持啦 不過就是說這個過程 其實行政部門其實也 我們可能要找機會 不知道委員會或委員會 請行政部門來解釋一下 那時候有報導說船已經派出去了 福星要去救人 然後為什麼又回來 那外交部跟 農委會這邊是不是立場不一樣 對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2005年跟2012年都發生過 那時候交錢了事 當時的決策 會不會影響到這一次的處理 這個台日漁業協定馬總統說 簽得很好啊 可是其實2005年2012年都發生 在那個附近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政部門這邊檢討還是要提 那我們當然是支持一致對外 這沒有問題 院長我再補充一句話好不好 日本齁 日本齁真的講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講一句話就是適可忍孰不可忍 對不對 而且齁 講實在話那個 那個礁齁齁 離日本實在是太遠了啦 不是人是真的 而且真的很繳 一親 我記得是1740公里 離日本是1740公里 離我們 我們太近了 其實 根本就是 可以說 末世啦 而且齁 人家說這個實在太過分了 我們是一個島 那一個看到就知道 鳥不生蛋的地方 對不對 那怎麼算那個 好 高經緯 親民黨團其實也同意就是國民黨的這個建議 那麼我們也覺得把那個311大地震放在裡面是不太妥當 但是我們的建議是說在今年的2016年的1月6號 日本對於韓國的慰安婦事件是道歉的 可是對國內我們的慰安婦的阿嬤 甚至於我們的外交部都提出了一個抗議 結果不理不睬還給我們的默示不只默示還打臉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也同樣的放在裡面譴責 我認為日本政府其實不管是對台灣的態度 或者是對韓國的態度真的是兩樣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這個態度再不強硬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虧於對待 不管我們的漁民也好或者是我們外安婦的阿嬤也好 當時我們的外安婦的阿嬤 在2016年1月6號並沒有得到日本的道歉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傷心了 當時我們朝野並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 同樣的對日本做出譴責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我們的共同聲明裡面 是不是也把阿嬤的事件放在裡頭 否則的話我覺得一而再再而三 日本對台灣殖民時代的共同的痛苦 他們是從來不正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有必要也一併做處理 好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 好來 這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有沒有要再表示意見 好來 剛才品類的代表本黨團 有關於三一線我告訴你 我們是洋蔭大國的 不像你那樣的 政府小 倒是我們民主黨團 這個聲明大家看一下最後一段 是不是應該加進去 進一步檢討台日漁業協定 全國黨國之共同協商 以保護我國移民權益 過去網紅黨去協商過 後來是成功的 好 這段應該是比較完整 不是只有抗議 我們希望是怎麼樣 好不好 好 柯總召 意思就是說 如果可以 如果大家願意同意的話 就是加在那個 原要求外交部 除了因即向日本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確保未來不再發生職業事件的時候 要進一步檢討台日漁業協定 強化兩國之間共同協商 以保護我國移民權益 你有點積極作為 那加在味道 好 那位 好來 我想喔 因為 我不是說 反對民進黨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認為我們今天是 因為日本有這樣的作為 我們是要譴責它 我們站在 這個立法院 朝野黨團的立場 我們是針對這個事情 他們這樣的作為 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也是維護我們的 漁民的生存權 以及我們的主權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說 後續這一段 檢討台日漁業協定 我認為那是另外一個階段來處理 齁 不要把它含在裡面 我們今天 共同聲明就是譴責 齁 我們不能接受 齁他們這樣的作為 齁 至於說 後面一段 我認為譴責以後 醫療要再處理 再第二階段來處理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 這個 大家 來齁 你們思考一下齁 你講移民的生存權 你跟他罵罵的 譴責大家 我看媒體和媒體 民主也差不多 大家都要譴責 誰都沒有 你應該要完整的做法 要有積極性的作為 政府 不是跟他發法的 發譴責 應該進一步檢討這個 這個 這個 好來 來 那個我補充一下 基本上 我這邊 我們是希望說 以國民黨的版本為基礎 但是在這邊 可能國民黨的版本 我是補充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問題 跟釣魚台的 魚權爭議是不一樣的 釣魚台有 衝疊海域的爭議問題 所以雙方去協商 這個衝疊海域怎麼處理 國際上可以這樣處理 可是這是公海的問題 這一次這個不是魚權 不是我們這個 重疊海域的問題 我們跟他沒有重疊海域的問題 這是國際公法的問題 所以今天 國際上也在看台灣的態度怎麼樣 因為聯合國的 國際海洋法公約 以及大陸彭的這個 界線委員會 針對日本之前提出來的幾項主題 這項 他要求就是說 沖之鳥礁 旁邊 承認他是一個導致這件事情 聯合國是沒有承認的 聯合國是說 因為 中國大陸 跟韓國 對這項事情有意義 所以在這個意義解決之前 聯合國不會做任何決定 他等於間接否決了 日本提出來的申請 所以日本今天是在國際上 或者對台灣 自欺欺人 給你虎一虎 或者我講難聽一點 軟頭沾骨 因為你過去都不抗議 你也沒有意見 繳錢了事 所以我現在就繼續用這一招 那你就繳錢了事 反正默認承認的 這樣子的一個事實 這在國際上會設下一個案例 國際法上面的案例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 不是只有人權跟漁權的問題 這有一個公海權益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去主張 那站在 國際管理跟國際法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是說 除了 除了嚴重侵害我們的人權跟漁權之外 他也侵害我們公法上面的權益 美國一直在講公海自由 航行自由 在南海上面 這件事情美國要不要表態 美國至今不敢吭聲 為什麼不敢吭聲 自知理虧 所以台灣在這件事情 如果不做一個 國際法上面的表態的時候 公海權益的主張的時候 以後我們在南海 也會很難主張 所以我做以上這樣的建議 我建議在人權漁權之外 要加一個公海權益 好 來 剛剛民進黨有提出說想要後面增加這一些文字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把事情的層次分得清楚一點 我們今天的共同聲明主要是要對日本表達我們的立場跟抗議 所以如果這個主軸是非常清楚的話 回過頭來再提我們的台日漁業協議 或者是外交部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這樣有點混淆 那包括剛剛時代力量也講 過去2005年曾經就發生過 2012年發生過 這等於是一而再再而三 屬於我們內部 可能行政系統之間該檢討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立法院的委員會的召開 可以做徹底的檢討 但今天是立法院的共同聲明 我們主要對象是要對著日本政府也讓他們理解 我們很堅定的立法院是支持我們的行政體系向他爭取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剛剛民進黨提出來的這個字 我建議就先不要放上來 那至於我們自己要檢討的部分 我們立法院委員會可以好好的再來檢討 而且剛剛我們首席也講 這一次跟台日漁業協議沒有太大的關係 本來在沖之鳥這邊就沒有畫在我們台日漁業協議的範圍 所以回過頭去檢討那個跟這件事情 我想又混淆了 那未來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嚴正的看待 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們這麼多的漁民在公海上面捕魚 如果公海上面我們應該要去主張的 而沒有強力捍衛住 那其實是會節節敗退 我覺得是危害到我們廣大漁民的將來的生計 所以真的該硬就要硬起來 我們堅持應該在這個共同聲明 還是以原來的這些文字 然後把這個日本311地震這一段 這兩行直接刪掉 然後第三行呢 日本政府於公海上 就是把那個雀也刪掉 那這樣子這個共同聲明應該就很完整了 以上建議謝謝 來 針對剛才 民進黨有提出 就是把進一步檢討台日逾越協定 把它放進去 那國民黨是覺得不必放 不必放 先主張台灣的一個權力 那不知道 還有 時代力量黨黨團還有 親民黨黨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們是支持的啦 但是我覺得 國民黨的共同聲明 長期友好關係 我們對日本對我們有友好過嗎 我不認為有友好過啊 對啊 我覺得反而是我們對它比較好吧 我們去的觀光次數你們如果 願意從觀光局裡面去調資料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多少次的觀光進入到日本去 而日本對我們哪裡好過情 我很想聽大家講一下 包括對安復都沒有道歉 對韓國是一個態度 對我們是一個態度 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不覺得我們曾經有好過 再來就是我覺得 對我覺得呢 我們的態度不能夠不一樣 當時對於肯亞的態度 是這麼樣的強烈的譴責跟抗議 為什麼對待日本就這個樣子呢 如果我們還認為是主權的國家 不是目前還是日本的殖民國家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態度是一致的啊 我不覺得我們跟日本有友好 日本對我們友好 所以我建議國民黨的友好關係把它拿掉吧 高經委員啊 我想那一段我們同意把它刪掉 對啊 再來就是我覺得 衛安婦的事件也要講吧 那個衛安婦看大家有沒有共識 要怎麼帶進去 我們沒有意見啊 是啊 要不然的話我們這一次 我們就一直要把它吞下去嗎 今天是漁民 上一次是衛安婦 我們從來都沒有一個非常強硬的態度 我覺得對衛安婦的阿嬤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目前我們必須要讓日本清楚知道 我們的強硬的態度 就好像韓國對待日本一樣 以上是我的態度謝謝 好 那個 好 許委員 我建議第三段就全部刪掉好了 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嘛 本願表達嚴厲譴責及抗議 好 那我們是 同意說支持民進黨把那個 台日預約協定 因為台日預約協定不只是談 那個齁 等一下我把它講完啦 齁 就是說 我覺得第三段不要啦 齁 就一二段 也不要談過去多好或是我們怎樣互動 齁 反正就是 到本願表達嚴厲譴責及抗議嘛 齁 那我們是支持說 要不要把台日預約協定這東西還拿進來 因為那個不只是談 釣魚台的這個所謂重疊海域的問題 兩邊公權利或是漁船這個怎麼互動 這個部分只是說強化說 是不是我們立法院除了發表立場之外 還是希望能繼續來解決這個問題 也是對行政部門支持嘛 也就是說一二段保留 第三段改 然後後面是不是修把民黨的一些的主張放進來 譬如說 那個可能你再把它納進來齁 那個整個調子都變掉了 我認為說齁 我們齁 這個其實日本對我們這樣的態度齁 我們齁 不應該再有那種想法齁 因為他對我們的漁民一而再再而三 講實在話 我們要維護我們漁民的生存權 真的 你說要是說我們第三段 寫日本政府於公海上多次強扣我漁船 危害我人權其漁權 嚴重影響雙方關係正常發展 要求外交部應極向日本政府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以確保這個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案件 以捍衛我國漁民生存財產的安全 生命及財產安全維護國格的尊嚴 我認為最後一段其實前面一行二行刪掉 那第三行 這個日本政府於公海上多次強扣我漁船 我要我人權其漁權 我認為這應該要寫啊 對啊 對不對 這個事實是如此啊 好 好來 那個 現在喔 時代力量是建議最後一段刪掉 那麼 國民黨黨團這邊是主張喔 就是把中華民國一直到 人道關懷這兩行字刪掉 那第四 對 確 確 那 怎麼樣 那個 民進黨黨團 有沒有堅持 來 還是 齁 民進一步那個 難道 其實這個應該是 進一步檢討這些 根本會影響到這個 不是 那又 又放下來了 其實我們 我們檢討 剛剛講 我們檢討的事情 委員會什麼都可以檢討 但這個聲明 現在指示 這應該是比較強烈去表達的 表達 表達至於也有積極性的作為 那你 你整個指示 只要這個案子 這個 這個 公共聲明是 表示一個很高調的抗議 我也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呢 把這個加強性 難道會影響到這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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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這個完整性嗎 沒有啦 你一定要齁 這個 清楚的表達 確實日本政府在公海上 是多次 強勾我漁民 危害我 人 人權跟漁權嘛 那嚴重影響雙方關係的 正常發展 那外交部當然要向日本政府 表達抗議 強力的交涉 以確保未來不再發生 這樣的事情嘛 以捍衛我國漁民 生命財產的安全 你給他看 把我們的漁民 抓去 QQ 還給他拖光光 而且 最可惡啊 那些漁民去抗議 去日本再來 協會抗議 他只有單手啊 來接抗議書啊 這對我們的 欸 為什麼我們這裡 用單手給我們接呢 你看我們 忍得下這一口氣嗎 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第二段 我們其實強調了公海這部分 那第三段又再強調也可以啦 那建議是說 確保未來不再發生 此類事件 類此 此類事件吧 類此 類此事件 類此事件 齁 然後加 那 進一步檢討 台日漁業協定 這也是我方嘛 近日檢討 因為你這麼講 是 外交部嘛 應急向日本政府 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確保未來 不再發生類此事件 進一步檢討 台日漁業協定 你如果覺得強化兩國 你不愛 進一步檢討 台日漁業協定 強化 怎樣 保護我國漁民權益這樣 這個 許惠委員 剛剛其實那個 我們首席有講 我們現在在爭的是公海的權益 跟台日漁業協議 我們是有重疊海域的那個談判 這兩碼子是啦 所以如果再把這個字眼放下有點混淆 委員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在爭 我們現在在爭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礁 我們今天爭的是我們漁民的公海的捕魚權 我們有重疊海域 連重疊都沒有 台日漁業協議我們講的是 我們雙方其實是有重疊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協議 這邊是我們是真的還蠻能 據理力爭的 所以我們還是主張說 委員 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不要跟他們談嗎 就是 你還是希望進一步 透過協商來解決問題 但是台日約協議就是兩碼子 可以啊 台日約協議的範圍 可以把它擴集到那裡 本來就是有大 不是啦 就是說 展示說我們立法院有強烈的態度 可是也希望能解決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他強力交涉 我們是要外交部去強力交涉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我們不是說 這不是常常 月三高總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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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要不要 給其他 應該有一些記憶性的作法 這個是整個 整個國家要記憶作為 只要喊抗議 我想 明天也會喊抗議 對不起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記者會 講團還有記者會 所以我還是提一下 就是說第三段 我們還是建議確保未來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然後進一步 就是後面 看要不要民進黨這邊 就是說怎麼比較正面的事情 就是來談說 其實立法院還是希望進一步來解決 因為我們不要讓人家覺得說我們只是在罵而已 因為花了三段罵了 這樣 這沒有問題 這個啦 這個我想這樣 我們這樣爭執也 時間也快到了 九點就開始開會 我想既然民進黨跟 時代力量黨 他希望把進一步檢討台日與一月協定 那強化兩國之間什麼就不要 我們就多這一句話就好啦 就是說 保護我國愚民權益嘛 沒討論齁 我們在這裡都發假的啦 進一步檢討台日與一月協定 後面什麼強化兩國這就賣了啦 這樣就好了 保護我國愚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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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這個都是可以修正的啦 這個都是可以修正的啦 為什麼是台日約協定 本來他們只有 就有約協定 沒有協定的話 永遠 余民都是最弱勢啦 還是要協定啦 一定要協定來主義啦 嗯哼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 沒有 我講一句話齁 因為這個齁 他是一個交 是啦 我們今天不必跟他後面再加出這句 因為齁 他是一個交 他根本就沒有主張權 今天他要是一個島 當然他有主張權 我們今天要是說進一步 把後面闡述以後齁 好像我們就承認 間接承認說 我們可以跟他來 針對這個來協議 我覺得這樣我們都沒有立場啦 好 我們今天主要是針對他來證择 他一個交易 然後全力主張 再讓外交部表達一下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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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跟你們報告 這個台日沒有關係 台日漁業協議的範圍呢 是在釣魚台周邊的海域 那麼他的使用的這個範圍呢 是有限的 那麼這一次發生的是在公海上 要把它納入台日海這個漁業協議 是有我認為是有困難的 一個方法就是說 建議這個外交部跟日本這個協議啊 在做就是公海海域這個作業的問題呢 做一個另外的一個協商 或是簽訂一個另外一個協議 或者是一個安排 這樣的話呢可能會比較 我認為說這個 現在當下齁 這些我們都不能納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強烈主張 他是在公海捕魚 我們要維護我們漁民的生命財產 以及他的生存權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 我們這一點立場都不能退 你如果後面再寫一些這個 帶上去齁 好像我們失交了嘛 我們可以跟他來談那個漁業協定 那個對我們一點立場都沒有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可以補充一句喔 因為剛剛外交部這樣子講 其實我們在字眼裡面有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這是屬於交涉的內容 應該是讓外交部後續 再去跟日本談判的時候 讓他有更多籌碼 他自己知道怎麼跟他談 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個聲明就先示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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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議事處喔 把整個條文把他印出來 那一位 這張 剛才那兩條把他抗掉 你們去跟 你去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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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不要 那是泱泱大口 這個 請那個 我們聽一下 就是請這個處長來 把他朗讀一遍 我先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有在談到 叫做及公海權益那幾個文字 所以是不是在第三段的 現在已經變成是日本政府開頭 日本政府於公海上多次強扣我漁船危害我人權 頓點漁權及公海權益 是不是要這樣修 我先試著用這個版本來宣讀 立法院朝園黨團各共同聲明 對於日本籍公務船魚沖之鳥礁之公海領域 強扣我屏東琉球籍漁船東盛級16號 對我漁民尚靠脫衣檢查並搶鎖170萬保證金 違反海洋法公海自由 嚴重侵害我漁權 表達強烈譴責及抗議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第121條規定 島嶼的定義應是漲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陸地區域 沖之鳥面積合計約9平方公尺 是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礁石 只是礁而非島 日方不應有專屬經濟漁區或大陸礁程 依國際慣例僅能主張12海里圍齊範圍 無權主張200海里經濟海域 我東盛級16號漁船於沖之鳥礁的約東南東方167海里作業 該海域為日本主權所不能執法之公海海域 日本公務船違反國際慣例 致意擴張經濟海域 在公海上扣補我國漁及漁船 搶索保證金資海上霸凌行徑 嚴重侵害我人權及漁權 對於雙方長期友好關係造成傷害 本願表達嚴厲譴責及抗議 日本政府於公海上多次強扣我漁船 危害我人權頓點漁權及公海權益 嚴重影響雙方關係之正向發展 原要求外交部因即向日本政府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確保未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以捍衛我國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維護國格尊嚴 以上 如何 好來 剛剛不是說友好關係要拿掉嗎 哪裡有友好關係 把那個扁來就拿掉 來 這個有一個字眼 就是說專屬經濟海域才對 那個11級不是專屬經濟漁區 那個經濟海域 專屬經濟海域 不是漁區 對 好 日方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 好 好 好 那文字修正一下趕快去營運出來 我們再讀一遍 好 可以嗎 好 那另外 剛才 國民黨黨團有提到 哪裡 我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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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關係 友好拿掉 對 長期關係就完了 不要寫友好 好 那個 另外我們不要 要不要一字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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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 這個 因為現在時代力量黨 黨團也不在 如果我們改太多的話 反而不好 這個如果他不簽名 那就 夠不了也沒有用 這個扁來在這裡就是要協調 好不好 那個我們未來另外的議題 都可以 提出 學商來處理 那今天我們就針對這個案子來做處理 這樣好不好 不然現在改兩句 改兩句 改兩句 我們就要開火了 就是這一 第一行 第二行 都拿掉 剛才不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有有有 就拿掉了 就是從 日本政府開始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前面一兩段都拿 一兩行都拿掉了 好 好 就這樣子 不是 現在 現在 人都不在了 要怎麼 怎麼 怎麼協商 蛤 來 董哥 董哥 實在亮的 實在亮的照 哇 今天你的 你提出 這個國民黨黨提出的議題是這個 那你臨時 臨時 現在就 團團要怎麼拉下 可以討論一下 反正我們還有14分鐘可以討論一下 等一下 那個 這個 我們再 再 請再 朗讀一遍 再朗讀一遍 我們再一遍 大家確定 無誤 不然到時候到院會 不要一報告也有事情 好 來 那個 報告主席 我剛才要補充 沒有機會 就是那個 我們修正版的共同聲明 我建議是不是前後一致 既然我們第三段寫 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要不要提到這個部分都這樣一致都是 比如說第一段也是侵害我 人權、漁權、公海權益 第二段也是一樣 那個有 最後一行 第二段的倒數第二行 嚴重的侵害我 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都讓他一致化啦 你現在是 第一段寫到人權 第二段增加了一個漁權 第三段增加一個公海權益 對不對 你就一致性就好了嘛 好 今天在像餐廳,我所要一直在 第二段增加一個公海的公海 現在只有一個公海的公海 還要想要做更多的沒有 從もう一致性,想起 可是香港大海的公海樓 真的假設有更多的 不要再吃了 現在只有一個公海的公海 怎麼樣 應該是OK 應該是OK 有沒有問題 第三段增加了 好 現在就是在第一段的嚴重侵害我漁權 後面再加一個人權加 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那第二段是侵害我人權漁權 又及公海權益 就是要一致 好 來修正一下 然後最後再 好 來 要先改再改再念 好 現在要改對 來 這都說好了嗎 這要一段一段 稍微看 稍微看一段 最後一段 日本政府 嚴重影響雙方 關係之正向發展 正面 正面發展 正面發展 我們不能用這個 阿中的 報告主席 不好意思 因為他在修正那個 我趕快講一下 就是因為這個 第二段的第一行 根據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 海洋法是一個公約 所以是根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121條 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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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國際法 我知道了 那個 外總 我們後面那四點 就講一講 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那個 總車案 跟那個 克剛那個 那個就不必提了 因為520議員 你們自己去創 阿這題也是520 這個時代一樣提的 對啦 那不需要說 520議員 不可能會處理 對不對 520沒有處理議員 你們去創 要怎麼創 對不對 阿現在想520議員 我們來創 沒有啦 就不需要 阿怎麼又來提 這個 不需要阿 這是實際上 黨團提案 我知啦 我不知道 跟你們說 這是要協調 阿再來 我告訴你 本來就是520 大家 委員會有結議過 委員會有結議過 你現在這個 無所謂阿 你現在說 阿你再來就是 那個 我告訴你 不是 阿再來 你說那個 我們的 國事 國事 國事論壇 齁 實際上 嫁棄 我們這次 你們知道 我們都尊重 我們不要跟你們說 封殺掉 你們也繼續再說 對不對 頭到尾都說 我們也會尊重阿 對不對 阿別說 你們剛才沒執政 你們就要把這些處理掉 你現在也會說哪一個法嗎 這不是副委而已嗎 好 要副委討論 要副委討論 如果大家在委員會覺得 你怎麼會動 今天會處理阿 今天會討論阿 今天會討論阿 我知道阿 你今天要處理副委就好 沒關係 委員會討論阿 後面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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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520不關 他跟520不關 這個報告是這樣 台灣是這樣 阿 阿 對阿 對阿 討論事項 對阿 阿 再來 來最後 那個副委沒有 來 因為他那個海底的 我們要確認一下 好 不可以動 我們現在不可以動完阿 對阿 阿你現在還有那個 柯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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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沒有 他沒有 據名投票 那事情 沒關係 你無法投票 沒關係 你無法投票 你無法投票 沒關係 你無法投票 對阿 沒有 沒關係 醫師到勞基法 我們要把他變到前面一點 第五案 那我們又修正中醫 醫師到勞基法 可以嗎 聽到嗎 你們就有 我們那是最好講 醫師到勞基法把他變到第五案 第六案 因為五一勞動決到了 報告主席 我必須再針對剛剛的聲明 因為這都涉及到法律上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來趕快 這個第二段裡面有提到 第二段的一二三四五 第六行 該海域為日本主權 所不能執法之公海海域 這個有與病 因為公海海域是各國的主權 其實是可以行使的 只是說有沒有遇到爭議 或者遇到反抗而已 所以這一句話刪掉 不影響我們整體的宣言內 那就刪掉 可是他如果加進去 可能懂國際法的 看了之後會覺得有一些問題 這個有與病 這有與病 好不好 我是建議這樣 這應該 這只是一個法律上的技術問題 對 這有與病 對 這有與病 這有與病 對 這有與病 對 這樣可以 強調他還是公海 該海域為公海海域 日本公共產違反國際關係 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就是把那個 日本主權所不能執行 對 那個部分拿掉就好 我們強調他還是公海 對 還有沒有 我記得 趕快看清楚一點 對 你這樣 好來來來 那個 江偉 趕快再看清楚 你看這樣一段 看兩支就 對 那個外交部在這 你們也趕快看一下 對 外交部在這 是啊 所以 沒關係 外交部看清楚 你們要趕快看清楚 可以喔 現在請高處長 我們從頭再 嘟一遍 再嘟一遍 來 一百願朝野黨團共同聲明 對於日本籍公物船魚 沖之鳥礁 至公海海域強扣我國 屏東流球及漁船 東盛級16號 對於我漁民 尚靠脫衣檢查 並搶鎖 170萬保證金 違反海洋法公約公海自由 嚴重侵害我人權 漁權及公海權益 表達強烈譴責及抗議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規定 島嶼的定義應是 漲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陸地區域 沖之鳥面積合計約9平方公尺 是不能維持人類居住 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礁石 只是礁而非島 日方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程 依國際慣例僅能主張12海里為其範圍 無權主張200海里經濟海域 我東盛級16號漁船 與沖之鳥礁約東南東方167海里作業 該海域為公海海域 日本公物船違反國際慣例 致意擴張經濟海域 在公海上扣補我國籍漁船 強索保證金之海上霸凌行徑 嚴重侵害我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對雙方長期友好關係造成傷害 本院表達嚴厲譴責及抗議 日本政府於公海上多次強扣我漁船 危害我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嚴重影響雙方關係之正面發展 原要求外交部應急向日本政府表達抗議 強力交涉 確保未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以捍衛我國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維護國格尊嚴 以上 好有沒有意見 好來 等一下等一下 好來 國際海洋法工的 國際海洋法工的 對不對 外交部 沒有錯 海洋法工 這樣對嗎 沒有錯就好 還有沒有 第二段倒數第四行 海裡找了那個海 還不見 167海裡 這個我說明一下 因為 對 是這個字 然後念字念海裡 對 是這個字 總共有三個地方 總共有三個地方 都是用這個字 12海裡 200海裡 167海裡 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我們就通過 這個 朝野黨團的共同聲明 那現在已經8點58分 我們就進院會開始 今天的院會 好 我們 現在就上會 要請 你先去前期 我們來請 前期節 我再來那個